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聖誕節了 不知道大家曾收過什麼很難忘的聖誕禮物 或者今年想收過什麼很實用的聖誕禮物呢 我們現在馬上去問問 左右不同的人字拖 單車鏈 油甘了的單車鏈 我送A4紙 我送A4紙 然後拆開包裝 然後包禮物紙 收過M記茄汁 交換禮物送包米 廁所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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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過一個月齡 月齡 蘋果 椒 生菜 抽獎 想不到原來聖誕禮物都可以這麼有驚喜 如果你是實用型 還在頭痛買什麼聖誕禮物的話 我們今天就預備了不同預算的禮物給大家選擇 實用得來又不會都擔笑 一百元都不用 有什麼選擇 就是這個冷熱兩用600ml的茶壺 交換禮物適合了 現在疫情還未完全結束 大家都要繼續注重健康 這支探熱槍最適合做聖誕節禮物 讓我現在試一下 BB 這個新宿杯 又易收藏 冷飲熱飲都可以擺到 還有那麼多顏色可以選擇 我最喜歡藍色 先試一下 這個是星空雷射頭型燈 配用Laser頭出一片星空的感覺 令到你在家裡都好像去到太空一樣 吃飯又不想和別人逼 這個飯盒就適合你了 不僅兩層膏 還有分甲位給你擺餐具 這個空氣升身機其實不是掛在手上 是給BB車用的 還有兩級風力 BB出門以後就不用再戴面罩了 大家有猜不猜到這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 一個咖啡機來的 那就適合喜歡去露營的朋友 500元一個證件套有什麼特別 針皮製造之餘 還可以放信用卡和銀紙 還很好玩 聖誕節玩到金皮力準 這支按摩漿就適合了 500元也不用 那就放完聖誕節假也不用射球了 看完這麼多款不同預算的聖誕節禮物 不知道有哪款適合大家的心水呢 希望大家今年都可以收到 自己喜歡的聖誕節禮物 聖誕節快樂